女人惨死于日本 一丝不挂地躺在警察局 女儿捧着一束百合 深情凝视冰冷的尸体 但是面对警察的询问 她只能摇头 拒绝承认那是她的母亲 因为在日本办葬礼需要很多钱 这对于女孩来说是很大的麻烦 更何况她是没有身份的冤岛 在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 无数的外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日本 将日本视为金钱的天堂 当地人非常讨厌这群外来移民 他们称呼移民为冤岛 意思就是他们是来日本抢钱的强盗 母亲去世后 母亲昔日的好姐妹们 将她家的财产缩挂得干干净净 他们拿走了钱 却恬不知耻地将女孩视为负担 把她低价卖给了一个封城女子 表示只要能够处理掉女孩 怎么样都好 封城女子就将女孩扔给了 同威小姐的顾立国 顾立国起初并不想要收留女孩 一级地的价格把她卖给了夜场 可是看见夜场弥烂多落的环境 到底还是良心战胜了欲望 拉着女孩就离开了糟糕的环境 这次 两个孤独的女孩相依为命 一起生活 以姐妹相称 雅家帮顾立国梳头时 看到她胸前纹着一只漂亮的燕尾蝶 顾立国说 自己曾和两个哥哥一起来日本套金 因为工作不好找沦为小偷 一次意外 而哥被撞死了 自己和大哥走散了 而胸前这只燕尾蝶 是自己的符号 如果哪天自己死了 就可以通过这个符号来辨认 凤蝶似乎就是身份 女孩很期待 顾立国就给她画了一个毛毛虫 并且取名雅家 她很开心 可在只最精密的日本 生存是最大的难题 雅家不能一直待在顾立国的身边 顾立国就介绍她去清空维修店工作 这是一家人倒开的维修店 老板飞红和袁公朗 他们经常用打破车态的方式 赚取司机的高价维修费 飞红对于雅家很好奇也很有善 可是这里不适合纯洁天真的她 顾立国就一只软磨硬泡 飞红收下了她 雅家开始跟着飞红他们 在垃圾场失去有用的东西 翻新之后卖给司机 雅家还会带着孩子强行给车洗澡赚钱 几个命如草间的远道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 寻找宁静的乐土 雅家在他们那里找到了快乐和安全感 黑哥经常叫她拳击 以防遇到坏人 白天的晴空是荒芜的 夜晚却成了远道狂欢的天堂 大家围坐在火光中 弹着古老的歌谣 喝着醉人的美酒 听着女神鼓励过美妙的歌声 白天被生活蹂躏的人 夜晚又拼合起来 重新看见自我 嫖客找小姐服务 却意外发现了她的妹妹 瞬间受性大发 想要霸王硬上宫 姐姐立刻替女孩结尾 自己却惨遭暴力对待 雅家立刻喊来了黑哥 黑哥一拳将男人打出窗外 男人本没有死 却被路过的车辆碾过 顾力果慌了神 急忙联系修理厂的飞鸿他们帮忙 飞鸿和狼迅速驱车赶到 迅速地拿麻袋一套 将尸体装进后备箱 然后寻了出别人的坟地 让他们共享家人 黑哥被黑色的线缠绕 越扯越多 狼顺着线的方向找去 竟发现来自尸体的肚子 掏出一看 竟是一个磁带 既人收拾好匆匆离去 车上放着磁带里的歌曲 他们不会知道 这并不是普通的磁带 死去的男人也不简单 他是日本喜事集团的药员 任务就是护送磁带 磁带里隐藏着 婉原纸钞的磁信数据 那是篡改钞票说的重要资料 男人的失踪让老大一筹莫展 祸不单行的是 上海帮老大梁魁找上了门 他觊觎磁带已久 直接血洗黑棒 逼问磁带的下落 老大只能交代磁带在虚腾的身上 可血腾已下落不明 清除完黑棒后 梁魁立即展开了对血腾的调查 手下毛虎也随即开始谋查 根据血腾长去的地点 很快就找到了鼓励国家 可这里早已人去镂空 另一边 杀手出身的狼 敏锐地察觉到了男人身份特殊 于是找到自己的搭档帮忙 了解了他的身份 以及他所在的伪超公司 很自然地想到了最近的黑帮火拼事件 意识到了磁带或许是篡改数据的资料 他通过自己的精湛技术 轻松破解了磁带 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大家 当众演示了伪超的制作过程 大家都瞠目皆舍 郎耐心地解释 表示纸币内有特殊的磁性数据 而磁带的作用就是篡改纸币的数据 让钞票识别机把一千元当成一万块 众人看到了身材之道 大家都一场兴奋 摸过多久 他们就乘上了满载钞票的货车 扬长而去 黑哥合伙伴带着巨额财富回了家乡 飞鸿他们搬进了市中心 买下了一栋楼 想要装饰成酒吧 因为他喜欢的顾力果 梦想就是当个性 他要让顾力果在这里当主场 为了组建乐队 飞鸿到处寻找乐手 乐队就这样像模像样地组建起来 顾力果站在人群中 他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大声唱 但在大家的鼓励之下 他的声音逐渐响亮 优美的歌喉打动了每一个人 此刻的他们不再是什么缘道 只是一群为了梦想而努力的年轻人 一切都准备妥当 飞鸿取名为原度俱乐部 台风文件拥有嘹亮歌喉的顾力果 成为了俱乐部的明星 顾客落意不绝 无数人慕名而来 其中不乏唱片公司的老板 马戏唱片的老板一眼看中了顾力果 更是要与他签约 飞鸿非常开心 顾力果的梦想是成为个性 他能够看着他实现梦想 这是他毕生的心愿 他开心地将此事告诉了狼 邀请狼与他们一起 狼拒绝了 送给了飞鸿一把手枪 让他守护好自己的梦想 隔天 飞鸿带着顾力果去签约 不过由于他并不是本地人 经纪人希望他能更改过籍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顾力果不想放弃自己的孤独 然而飞鸿却很坚定 经纪人物以为他是顾力果的恋人 飞鸿脸盲否认 他不会耽误他的前程 不过经纪人却并不打算放过他 知道他的存在会影响顾力果 于是偷偷栽葬飞鸿 让他进了监狱 雅家经常带着食物来监狱看望他 并向他报告顾力果的最新消息 得知顾力果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 已经成为了当地红集艺室的明星 飞鸿笑得开心极了 雅家还解释顾力果被公司看管太严 所以不能来看望飞鸿 飞鸿表示理解 但很快 警局对他下达了最终的审判 飞鸿要被强制迁返回国 可笑的是 移民局不度没钱的飞鸿 一场乌龙脑下来 他又被放了出来 他像一只快活的小鸟 肆意奔跑在街道上 吸收自由的空气 然而得知他出来的消息 女经纪人又找到他 给他一笔钱离开顾力果的世界 为了心爱之人的未来 他接受了 男孩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包不明物品 于是叫来了自己的老大 得知是违禁腰品 众人都跃跃欲试 但没有一个人敢真的上手 雅家看不下去 一把抢过针管 插在胳膊上 立马就倒了下去 男孩们立刻去路边拦车 恰好栏的是上海帮老大刘梁葵的车 他虽杀人不眨眼 但是个心善的人 将雅家及时送医 一时昏沉中 他嘀喃着顾力果的名字 梁葵听到大惊 一旁的医生给他指了纸墙上的海报 他盯着海报愣了许久 表情不由严肃了起来 意起了当年的往事 当年兄妹三人一同从上海来到日本 起初三人只能靠抢劫卫生 直到弟弟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车撞死 他和妹妹被人群冲散 他们每个人都有日本名字 妹妹便是顾力果 梁葵看着广告上光鲜亮丽的顾力果 只能摸索着冰冷的海报 却终究不能相认 雅家好了以后 再一次找到医生 想要在胸口纹和顾力果一样的风蝶 既是对顾力果的怀念 也是让自己强行成长 第一次纹身 雅家十分紧张 医生让他想想 自己第一次见到蝴蝶的样子 沉睡黑暗的记忆袭而来 那个时候 雅家刚和母亲来日本 母亲找不到工作 只能靠出卖肉体生活 小小的雅家只能待在狭窄的厕所 一个人自娱自乐 直到一只蝴蝶飞进屋子 看着那美丽骗然的身姿 雅家想抓住她 留下片刻的美好 却在冠窗时折断了她的翅膀 凤蝶吻好后 雅家去找王索要四代 他带着小弟疯狂的套鞋 疯狂的兑换钞票 想要将失去的快乐买回来 可是这样的举动 不知引起了警察的高度重视 而且也让毛虎查到了磁带的具体走向 他找到了顾利果 逼迫他交出磁带 顾利果疯狂的逃窗 并且向飞鸿求救 飞鸿立刻向他靠近 但不凑巧的是 还没找到顾利果 飞鸿就被帮派另外一伙人提前找到 他趁机干掉所有人 蓝亭一辆出租车 他却发现自己身上没带钱 当朋友拿出那张假钞后 飞鸿想要去换钞 不过当飞鸿反应过来后 他被提前摆服的警察抓走了 顾利果也被挟持到了清空维修店 要求朗交出磁带 朗没有乖乖答应 直接将一伙人一网打尽 飞鸿被带到了警局 经过指纹比对 警方确定了这么多起的造钞案件 都与他有关 严刑拷问幕后之时 不通日语的飞鸿无从说 最终换来了一顿又一顿的毒打 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下 他最后死在了冰冷的雨中 他们将飞鸿带回了修理厂 顾利果和雅佳编制画环 随后点燃了装有飞鸿尸体的汽车 雅佳将全部的日元扔进火堆里 日元纷纷扬扬 似乎是为飞鸿哀悼 钱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幸福和满足 但是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钱能够买很多的东西 但是买不到美好的回忆 买不到朋友之间的欣欣详写 换不回飞鸿的生命 如果当初他们得到钱 离开远都就好了 偏偏他们将这里当成了余生的家园 当成了身体和灵魂气息的孤独 但是他们可能不明白 无论拥有再多的钱 拥有再多光鲜的名声 他们依旧是被嫌弃和排挤的远道 最后一切贵于平静 雅佳遇到了刘良奎 为了感谢之前的救命之恩 将几具罪恶的磁带送给了他 但是在远处 狼的狙击枪也对准了他